欢迎收看今天新闻报 首先带您看到国际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丁结束萨哈共和国行程后 随机搭机前往北韩进行国事访问 并于19号凌晨飞抵平朗 这次普丁时隔24年暂时访问北韩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自到机场接机 并与普丁在机场碰面时亲密地握手拥抱 展现两国之间的信赖和情谊 此行程预计停留不到24小时 双方将签署总括信战略伙伴协定 承诺将坚定不移支持北韩 互相建立不受西方制裁所控制的贸易与安全机制 在进行各种形式会谈后向媒体发表声明 而外界也十分关注是否涉及军事方面的合作 人工智慧AI晶片龙头 挥达在过去只是一间以图形处理器 在小众游戏界闻名的公司 随着人工智慧浪潮兴起 挥达未有各家人工智慧与数据业者不可或缺的技术 不仅使其受到全球注目 更成为了市场霸主 在本月稍早 挥达市值首次突破3兆美元超越苹果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挥达股票7号交易后一股分拆为10股 在市场高度期待与基金换股追捧下 周二盘中涨了3.2% 市值规模达到3.33兆美元 约台币107兆元 超越科技股老大哥微软 再度写下深层式人工智慧晶片 才是当今市场霸主的惊人历史 台北捷运又再度发生博爱座纠纷 18号下午1点多 75岁王姓老翁搭乘松山新电线 前往中正纪念堂站 发现29岁尹南坐在博爱座上 要求对方让座给自己 但尹南腹部不舒服拒绝 对此王姓老翁不满 朝他骂了没教养 附近数名旅客看不下去 帮尹南说话 老翁一气之下对尹南动手呼巴掌 而两人接在中正纪念堂站下车 监运警察队赶抵现场后 尹南也要求要提告 位于新竹市东区的集合市住宅勤空会 上个月底才发生火警 导致两名消防员不幸殉职 18号晚间7点左右又传出火灾警报铃响起 疑似某住户的烤箱冒烟导致触发警铃 而消防局获报后立刻派员到场 但一现场五名火串出 仅留下四辆消防车待命 而附近住户拍下照片也掀起了住户及网友的议论 南新王伯杰18号下午3点自驾轿车 在内湖区金庄路129号前与游览车发生差状 警方到场后发现他有酒气 而酒车值达到了0.44毫克 当场一公共危险罪现行犯将他逮捕并移送 至于游览车驾驶酒车值为零 所幸均无人受伤 而王伯杰在士林地检署复训后 19号凌晨12点以5万元交保 而他走出大门时就跟大家道歉 更表示是前一天晚上喝酒的 第二天下午是很清醒的 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体内酒精还没有散 所以才会开车 接受酒车时操标 他坦言当下真的是非常震惊 但表明这些都不是理由和借口 并再次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南韩女天团BLACKPINK四位成员 GISU、JENNY、ROSE、LISA去年底跟YG娱乐续团体合约 个人事业则自行打理 而动向不明的ROSE18号终于揭晓 他确定签给Teddy的公司The Black Label The Black Label表示 因为Teddy跟ROSE長期合作相处 对彼此有一定的信赖基础 因此签订专属合约 也透露目前ROSE正在准备 以新的音乐作品与全球粉丝见面 今后将与国际唱片公司合作 在全世界展开音乐活动 令许多粉丝都期待不已 女星强强林嘉玲近来因爸爸罹患忧郁症、躁郁症 不断尝试各种方式要让爸爸开心 也会透过影片分享 而她在14号的更新影片中 原本以为送200万现金会让爸爸开心 没想到父女俩反而闹得不愉快 强强表示 她前一天问爸爸 我领200万给你好不好 发现爸爸会笑 愿意说话 所以她决定实践这件事 然而当她真的提着200万现金回家时 爸爸却严肃地表示 自己绝对不会用到这笔钱 坚持要她将钱存回去 而强强也为此激动落泪 许多粉丝也默默地赞赏 表示有洋葱 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